我們現在來看另外一個狀況 假設我們在我們的線性方程組裡面 我們的變數 就是所謂 unknown 的數量 小於 equation 的數量的時候 那在這種情況下呢 通常就是我們的矩陣 就是我們的矩陣 它可能長得像這樣一個長方形 這邊呢可能這邊是 n 這邊是 n 所以我有 n 個 equation 但是我有 n 個變數 所以這個時候呢 假設我 n 遠遠大於 n 的時候 那通常其實我是不太可能找出 solution 比如說以下面這個例子來看 我這 x 等於 v 乘 t 的話 我變數只有一個 抱歉 抱歉 這個應該是變數只有一個這個是 v 好 那 那 在這種情況下 那我在 t 在 2 3 4 的時候 我可能 我可能可以去做量測 那我得到的值是 b 1 b 2 b 3 那這樣的時候 我可能不見得是會有值 因為比如說以這個例子 因為比如說以這個例子外 b 2 b 2 b 它一定是要 嚴格是 2 比 3 比 4 的時候 它才會 有一個確定的 v 我才可以找到一個確定 v 式的 所有點都是符合的 但是在大部分的情況下 這件事不會發生的 比如說我們可能會得到像這樣一個值 好 好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我的 我的 t 是 2 的時候 是 2 乘以 v 乘以 2 等於 4.1 v 乘以 3 等於 5.9 v 乘以 4 等於 8 那這時候我 v 要取多少才好呢 假如我 v 取 2 的話 那意思是說第三條式子就 ok 了 是完全符合 可是第一條跟第二條就不對啦 第一條乘起來是 4 第二條乘起來是 6 這跟這個值都是有差別的 所以意思說什麼呢 我不太可能找到一個值呢 使得三個方程式都成立 那怎麼辦呢 所以在這種方法 通常我們會去找一個 v head 那這 v head 的目的不在於說 使得它符合這三個方程式 而是使得這三個方程式 就比如說像起這樣 這條線 那一個是在 2 的時候 上來它可能是在 這個是 4.1 然後在 3 的時候 然後上來 在這個點 這是 5.9 在 4 的時候 它剛好是 8 這樣 好 那我們就想要找出 這三個點 找出一條直線 使得這三個點 它到這邊的投影 其實這個 arrow vector 事實上是最小的 事實上是最小的 那我們就來看看說 我怎麼樣去求出這個 v head 比如說像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我的 b1等於 我根據上面的式子 我可以寫出三個方程式出來 那這三個方程式呢 我可以定義三個 arrow function 而 e1 這等於是 2 v 減去 b1 然後這個是 3 v 減 b2 這 4 v 減 4 v head 減 b3 這是我三個 arrow 那我三個 arrow的平方合 我 define 就變成是 我這一次的線型方程組 它的 arrow function 也就是我隨便選一個 v head 我隨便選一個v的時候 它會造成的 這個方程組裡面的誤差 總誤差大概有多少 那 那通常呢 我們就想要去找出一個 v head 是讓它的值 再進來 要使這個 arrow變最小值 那我們知道 這是方程 這是一個 v 的方程式 所以要求最小值 我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就要求它的微分 大家在微信會學過的 好 那 那我們知道 這微分如果它等於0的時候 就表示它就有幾值 好 那以這個 case來講 我們如果再 再把它再微一次 這個是 微兩次的話 它會變成 事實上是會變成是這個 2乘以2的平方加3的平方加4的平方了 所以這個其實一定是一個大於0的值 所以 意思說我們現在有個幾小值 好 那 那這個時候 v要等於多少次 才會使得這個 arrow變幾小值呢 好 那我們 就是把這個 微分把它圍下來 然後變成這個樣子 因為這個就是2圍出來嘛 在外面 然後 在 在 在 x嘛 2v減變 然後再對v為一次 變2 在後面這個地方 好 對這兩件事 這兩件事 也是差不多類似的做法 好 那在 在 有這個4只有 這個等於0的後 那我們就把它整理一下 我把v整理起來 v整理起來 你看就是2的平方 3的平方 4的平方 好 所以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邊是 2b1 3b2 4b3 好 就在上面這個地方 好 整理出來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得到一個v 假設v等於這個值的時候 其實這個L方形就是最小 好 那這個東西呢 那其實剛好就是 下 分母呢 事實上就是 這個 A的長度 也就是 transfer成A 那它分子事實上就是 A跟B的大幅達 好 所以其實你看 我們最後整理出一條 非常漂亮的公式出來 好 也就是說 當我的 當我的這個 這個 v的話呢 它是 等於這個值的時候呢 它實際上它是 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是最小的 所以 實際上這個計算 變成 事實上 就變成是一個 那個 vector 的一個計算 好 好 那 意思說我v等於這個值的時候 我整個 arrow是最小的 好 那 剛才談的是一個變數 那 假設我今天是 有很多變數的時候呢 其實是整個東西還是沒有變的 它只是 原來的 A 變成是一個 Matrix 的A而已 所以它就變成這樣的一個線性方針組 好 那它的 error也是一樣 我也是把它定義成 它的b-ax 就跟剛才 單一變數 其實是 完全是一樣的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看 這邊的1 它其實就是 就是 它 投影到一個 subspace 去 因為這個時候它再也不是 一條線了 所以它是投影到一個 平面上面來 以這個例子來講 它是兩個vector 所以投影到一個平面來 好 但是 這個時候呢 因為我們這邊呢 它變成是一個 這個 矩正的方程式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要用 矩正向量的這種 微積分來 來做 做這個 求這個 這個 微分的值 那這個 所以這個地方 有些地方 所以我們這邊引了 這個 這個 向量矩正微積分的 四個式子 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大家對 這些式子是怎麼來的話 就是說 有另外 有一個 那個 那個說明的影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這個 去了解一下 這些式子是怎麼來的 那基本上 這些式子 其實都是 你就是把它 把它展開了以後 然後一向一向去算 然後再把它 算完以後再把它 寫回那個 那個 矩正向量的形式 就會出來這樣的東西 這些公式 證明都不是太難 但是就是 大家要用的時候都要小心 尤其是這個 transport 這有的時候 沒有注意的話 它寫出來 就會變成是一個很奇怪的結果 好 那 這個時候 我們可能要先注意到一個 事實 就是我們先看 前面這個 其實呢 我這個 AeroVector1 它事實上 它是跟 這個subspace 這個column space 它事實上是垂直的 事實上是個垂直的 事實上是個垂直的 好 那 它垂直的意思是什麼呢 在對 culturn space的垂直 我們記得 我們那個 之前講到的 就是 raw space 是跟 那個nour space 是 orthogonal complement 那 culturn space 事實上是跟 left nour space 是 orthogonal complement 所以 意思是說呢 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 AeroVector1 它其實是跟 它事實上是 left nour space 裡面的 其中一個vector 好 所以這個 這就給了我們 這個 left nour space 的一個 這個 定義 那 因為它是 它是這個vector 所以我們知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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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A的transpose 乘以這個 這個 向量 它必須是0 它必須是0 因為 A Transpose 它裡面的 它裡面就是 就是它裡面 所有的column vector 所以 因為就是 原來 A的column vector 它是 它是 長得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長得是這個樣子 好 那 A的transpose 呢 它就變成是 這個樣子 好 那 A的transpose 再乘以我們這個 AeroVector 我們的AeroVector 那意思是 這個column 它要記得 這個 這個 如果實際上是原來 A的column 乘以它 所以 實際上 實際上 就是 這個AeroVector 跟這些column 它互相是垂直的意思 它互相是垂直的意思 好 所以 意思說 這個東西要等於0 那 從這個式子呢 我們就得到了 得到這個式子 Atranspose Ax 等於A的transpose B 好 那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根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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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roVector 這個定義 AeroVector 那它就是 因為我們定義 AeroVector 等於B 減去A X 所以 所以 1的話 那就變成是 這個 1的transpose 乘以1 所以是 Ax-B 的transpose 乘以Ax-B 這個 不是要等於0 這個錯了 沒有等於0 好 那我們把這個式子展開 T先進來 所以就變成是 X-T A-T 好 那B的T 好 然後再把它乘開 所以就是 X-T A-T 乘以Ax 這兩個乘的是 第一項 好 那 B-T 乘以B 這是第二項 好 這應該是加 這寫錯了 這應該是加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是B-T的 A-X 跟 X-T A-T的 B 這兩項 有這幾個式子 有 那接下來我們把它對X做為分 那 要大家注意 就是這個X是一個 這X是一個向量 所以我們要按照向量為積分的方法來做 好 那 那這個東西我 partial S 跟partial 1 那我們這邊就有分有四項 那這個是 B 這跟S完全沒關係 所以這項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剩下三個項 好 那第一個項呢 第一個項 第二個項我們要注意 就是說 A-T-A 這邊是一個 這兩個乘起來 這兩個乘起來 是一個matrix 是一個matrix 好 那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找 這些公式跟它比較像的 那意思是說什麼 X-T 乘一個matrix 所以是X除以跟partial X 這個公式 我們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這邊 所以它意思是說 它是X的transpose 所以X的transpose 在這裡 好 然後 A加上A的transpose 所以就這個東西 好 那就是 A 加上 的transpose 這是ATA 加上 那這個東西transpose 的話 它其實還是ATA 它是對稱的 所以這是兩倍的ATA 所以它就變成兩倍的 X-Transpose 的ATA 就根據這個公式 好 所以這是第一項 好 那第二項呢 我partial X 趴上這個 那我們看哪個比較像的 那就是 那就是 partial X 那就是它了 所以就是AT 所以就等於是 把前面這東西拿出來 好 那所以就是 partial X 那就把前面這東西拿出來 所以是BTA 好 BTA 那後面這一項呢 partial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Xtranspose 所以我就要找Xtranspose 這一個 這乘以A 所以這是A的 要把它transpose 那所以這個 要把這個東西transpose 所以它 它也變成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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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TA 所以 事實上它就是兩倍的BTA 這個地方就變成兩倍的BTA 好 所以 這兩個項其實微分以後的結果 事實上是一樣的 事實上是一樣的 好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們有這個公式 然後這個時候我要 它partial完 我要把它 讓它等於0 我要讓它等於0 所以意思是就是說 XTA T 乘以A 等於這個BT 乘以A 好 好 那我們把它做一個那個 transpose 讓它變成就我們比較 看起來比較舒服的一個形式 好 就變成ATA的 X 等於 等於 B 就把兩邊做transpose 好 好 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 我們 實際上 我們這個 this square 這個error 要 要 要使得我們這個error 最小的情況下的話 那我 X 必須要是 可以用這個公式來求出來 那 那其實 所以意思是說 我X最佳的估計就是 ATA 這個矩陣的反矩陣 然後再乘以ATB 好 那 它的 它實際上的projection 呢 好 B 我們就可以用 把A乘上來 就得到 好 就前面再多乘 再多乘一個A 好 所以實際上呢 在這個式子裡面 其實 最難做的就是 這個反矩陣 最難做的就是這個反矩陣 好 這反矩陣它事實上是 複雜度是N的三次方的 好 那我們在前面那邊 我們一樣跟前面一樣 我們可以把 這個 它的 它的 這個 前面這個 這個部分拿出來 變成是一個projection 的 matrix 像這個樣子 那這個東西 一樣有這兩個特性 一樣有這兩個特性 這跟 這跟一般單變數的事實上是一樣的 好 那所以 所以 其實 其實 就是說 它就可以 那個 那個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拿個例子來看一下 好 假設我A是 長的這個樣子 B長的這個樣子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我ATA 好 我們去刷一下ATA 好 因為它這個是兩個變數嘛 是兩個變數的 兩個變數啊 成起來它就是一個二乘二的矩陣 好 所以我們把它Transpose 以後再成 成出來就是一個 二乘二的矩陣 好 所以這個110110 乘起來是2嘛 110230 這是5嘛 231 這是5嘛 好 2323 2323 2323 這個 這個好像有點寫錯了 2323 乘起來 這個應該是4加9 應該是15才對 這個不是3 OK 好 好 那 那 所以 所以 所以這個 這個時候呢 我看2323 9 13 13 這應該是13 應該是少寫了一個1啦 所以這應該是13 所以底下這個就是對的 好 那 那 所以我這個 我這個 x的hat 我就應該等於什麼呢 就應該等於這個 ATA 的反矩陣 它反矩陣就長這個樣子 這個當然大家可以驗算一下 它其實 這個 乘起來這個 26-25 它就是1嘛 好 這乘起來 25-26 25-26 而且也是1嘛 所以它就等於是 這個是它的反矩陣 好 然後再乘以ATB ATB寫在這邊 整個乘起來就變成是21 也就是說21 這個 x等於21的時候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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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誤差會是最小的 就是我們ax 以後的 它的誤差會是最小的 那 這個 這個東西 我們去算出來 它就是45 其實就是45 就等於最下面這個東西 我就沒辦法了 因為這 這邊是00嘛 你再怎麼乘這個6 是跑不掉的 好 所以 上面就等於是給了我們一個 演算法 我可以去 使 這個 就是 就是說 那個 找一個 solution 使得我們這個 所有equation 裡面的 這個 誤差是最小的 好 那 所以 因為 因為 當我們 n大一大於n的時候 其實就是我的 equation 大於我的 input 變數的時候 其實我是很難 找到一個 exact solution 所以我們 就必須要去 估計一個最好的 solution 那 這個過程其實 一般我們就把它叫做 Linear Regression 好 那 雖然Linear Regression 這個東西它事實上是有 cross form的 solution 但是 有的時候 我們還是喜歡 用Numeric的方法來做 好 那為什麼呢 因為 就是因為前面 我們可以看一下前面 它的公式 的地方 因為它這個公式是 at a inverse at b 我是要這樣求 但是 這一項呢 其實 是不好算的 我們剛才講過 這一項的複雜度 是N的三次方 那所以 與其算這個東西 也許我們可以用一些 這些 這個數值的方法來求這個東西 一般我們最常用的方法 就是用 gradient design的方式來求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來介紹 介紹這個 gradient design的方法 其實這個東西 可能就是大家 就是 可以把它想成 就是你的第一個 machine learning 學第一個 machine learning 的一個 algorithm 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個簡單的例子 所以就是說 這個是 這個常見的 就是我們在做任何實驗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看到 看到這樣的情況 也就是說 我今天 我的實驗 我可能我覺得 從理論上 我推測到 我的方式應該長這個樣子 好 那所以這個時候 我就去 我就去 在不同的時間裡面 我去做量測 比如說T1的時候 我量到B1 T2量到B2 T3量到B3 T2量到Bn 好 那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有 這個 N組的方程式 好 那這些東西就可以被寫成 一個矩陣的形式 就會寫成這個樣子 大家可以 試一下 這個矩陣成出來 就是上面這個 連理方程組 好 好 好 那這個時候 我們 因為這個 顯然這個N 大於大於 我這個N 這個只有2而已 對不對 它大於非常多 好 那 我不太可能找到一個 正確的solution 正確的一組 C跟D4 每一條solution 都成立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是去 算一個 Aerror Function Aerror Function 就是 B前As的平方 就像這樣 做出來 好 所以這定義這個1出來了 好 那接下來 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我們就去 利用這個公式 利用這個公式 然後我們就來 來決定一下 這個x hat的值 好 所以我們就照著把它寫下來 好 這個是at 這是a 這個乘以x hat 還有等於at的b 好 這個東西 其實你把它 乘出來的話 你就會變成這樣一個式子 這樣一個式子 好 所以其實 這個 我們 這個 這個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的式 然後去解 這一個 這一個線性方程式 因為你可以看 這些都是一些constant 這個四個都是constant 這個也是constant 這也是constant 好 所以這事實上它就變成是一個二乘二的線性方程組的求解而已 好 所以我們可以很簡單的求出它的它的解出來 好 但是呢 我現在我接下來我把變數的 我把變數的那個數量增加的時候 好 比如說 原來我就有一個變數嘛 我現在變成n個變數的時候 好 那這個時候我的方程組就會變成像這個樣子 好 好 那這個東西 原來我這邊只有2而已 那這邊就變成是個很大 好 那這個當然我們還是可以用一模一樣的方法去求解 所以其實我還是 我還是可以去 它的x hat 它的x的hat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s事實上是 是有很多個 它的x hat 其實呢 它就可以用這個 at a的inverse 乘以at b 去把它求出來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因為這個 這個 ata 它事實上是一個 n 加1 乘 n 加1 的 矩正 這個矩正 小的時候當然很好求 但是假設我這個矩正 比如說它是1000的話 那我要求1000為乘1000為的這個 這個 矩正的 反矩正 這其實就 有一點 有一點難度 好 那在這種情況下 所以 有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我們是 與需求的反矩正 我們倒不如用一些 數值的方法來求 所以接下來我們 就介紹一個 數值的方法 就是 最常用的數值方法 就是gradient design 的方法 那gradient design的話 其實它大概 大致上來講 就會長得像這樣子 一來 我們剛才 我們之前所講的 error function 其實在 gradient design 我們通常會把它 搶成是一個 loss function 那 refer rune 我們就把它 define 成這個樣子 接下來 我們要去求x head 我們要去求x head 我要求x head 怎麼求呢 這個 我把它寫c head 好了 那c head 怎麼求呢 c head 一開始 我們先random 給它一個值 你全部給它0 也沒關係 全部給它1也沒關係 通常 我們會給一個 亂數的值 亂數 免得我們 不小心設了一個 不太好的值 所以通常我們會給亂數的值 那 接下來呢 我去求 當我 把這個 c 帶進去 這個 error function 以後 那這個時候我去求一個 那個 gradient 對這個c 求一個gradient 好 那這個東西 計算其實跟前面是一樣的 這個我就不 repeat 這個gradient 算起來反正就長得是這個樣子 好 因為這gradient其實就是把這個東西 一樣嘛 把t弄進去 然後把它展開 然後把它撐起來變四個向 然後一向一向去做 微分 那就根據我們 前面講那個 那個 向量微分的公式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東西算出來 好 那這個算出來以後 這個值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的gradient長得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看看這個gradient 裡面就是 就是一些矩陣的乘法 當然這個決策 它還是N平方 所以這個 求這個gradient 它其實要的 複雜度還是N平方 好 那接下來我去 update 這個CK 那我 update方法是怎麼樣呢 我就是把 上 現在目前的CK 呢 減去我gradient 方 跟gradient相反方向的一個東西 這樣就可以保證說 我可以使得 我的 我的這個 arrow的值呢 稍微變 往小的方向去變 那當然 這個實際上 所謂 所謂小的方向 事實上只有在α 等於無窮 無窮小的時候 它才一定變小 那所以 這個其實有的時候 你這個 你這個α取得太 太大的話 其實是 有可能會出問題 有可能會出問題 就等於它 永遠找不到那個 最低點在那邊 在那邊左右 在那邊擺動 所以這種α等於 就是 我們這個algorithm 一個超參數 而且是一個蠻重要的 一個超參數 那 等於我現在update完了 我變得 得到一個新的C 那這個C 我就可以把它 帶進來這個error 然後再把它 直計算出來 那我們前面就知道 因為我們是gradient descent 就是假設我這個 這個alpha取得好 理論上我這個 每一次的 CK 帶進來一定會 比CK-1來的更小一點 所以我這樣一次一次 有輪回了以後 那 我就會使得這個error 越來越小 所以我就會得到 一組 盡可能小的 這個C hat 盡可能小的C hat 好 好 那所以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 整個用gradient descent 求過水 所以大家也知道 這一步的複雜數 n square 所以意思說 我的iteration次數 不能超過n 超過n 超過n的話 你就不如去求反矩正 好 那 那 所以呢 比如說我這邊 所以意思說 意思說什麼呢 那我今天呢 這個 认定率也不能真的 取得太小 因為取得太小 意思說 它很可能會大於n 我要做 就等於做得比 直接就反矩正 還要多的事情 才能得到 得到這個解 好 所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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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 list square 我們就介紹到這裡 那這個list square 事實上是 是等於是 Linear Argybar 在 Machine Learning裡面 這個其實是 蠻重要的應用 那其實 廣義的來講 就是 所有的這些 Machine Learning 所以 尤其是 Deep Learning 這些 Argybar 它其實 用的 求解方法 其實就跟這邊事實上是一樣的 那 只是說 只是說 在 一般的神經網路裡面 這個 Matrix 會比 這樣一個 單 這個簡單的線性 Matrix 來的複雜很多 它通常是一個非線性的 一個 Matrix 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的 求這個 Gradient 相對來講 是複雜很多的 當然 所以 在那種情況下 我們求這個 Gradient 我們要用 一種 計算圖的方法 來 來做 那 這個 我們 後面 有時間的話 看我們 能不能 講到 這種 把這個項量為積分 然後跟計算圖 這個部分 稍微講得清楚一點 這個 這樣的話 將來大家在學 Deep Learning 的時候 其實就會比較輕鬆 愉快一些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